同学们好 下面我们来看第十二处考点 上市公司的收购 那么上市公司收购这一块内容呢 它也是一个高频率的 出我们案例分析的地方 您重点呢 把握两个方面 第一个呢 是关于要约收购 第二个呢 是关于强制要约收购的例外 免如发出要约收购 特别是这个免如发出要约收购啊 在近几年考试里面 经常性的被出席 好我们首先来看 关于这个一致行动人的判断 那么这个一致行动人的判断里面呢 咱需要分成两个层次 第一 法人跟法人之间如何判断 这两家公司呢 它构成一致行动人 那么判断里面的规则是什么呢 通过困制 比如说甲公司困制乙公司 或者甲乙公司同时受禀公司困制 那么甲乙两家公司 它具有一致行动人的关系 第二个 通过董监高来关联 就是我们在基础班里面所讲的 它属于我们一套人马 两套班子 背后的董监高是同一拨人 第三个 通过合伙合作联营来判断 第四个 通过融资 当然银行除外 如果投资者呢 给我们收购人呢 他提供融资的话 那就表明这两者之间呢 他具有什么呢 具有一致行动的关系 这第一个 法人跟法人之间 第二个 法人和单位之间 如何呢判断 构成这个一致行动人的关系 那第一个 这个人持有法人 这持股呢 在30%以上 第二个 个人在法人这个公司里面 担任董监高 第三个 个人是我们这个持股 30%以上 或者董监高的 禁亲属 这个禁亲属的范围呢 是特别广泛的 包括大量的殷亲 都是 当然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情形 也能够判断 个人跟法人之间 他构成一致行动的关系 比如说 A是上市公司 假设我们上市公司里面 董监高 那么 甲所困制的B公司 他们之间呢 就属于一致行动人的关系 或者说 假设我们上市公司董监高 上市公司所困制的B公司呢 跟我们甲之间 他也是具有一致行动人的关系 如果判断两个不同主体 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的话 那么这两者所持有该上市公司的股份呢 咱们需要合并来计算 这个合并计算我们持股权益的话 是有作用的 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个 咱们前面讲过 收购人持股权益的批诺的话 你达到或者超过了5% 曾事实发生之日起 或者我们协议达成之日起 三二类 他需要履行我们书面报告 通知和对外公告的义务 是不是 所以跟这个5%的持股比例呢 可以先结合 第二个 跟我们这儿里面 要约收购 持股超过30%呢 可以先结合 这里面我们所讲的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 超过30% 既强调我们投资者 也包括跟他具有一致行动关系的 一致行动人的持股比例 是合并来计算的 这是关注第一个 一致行动人的判断问题 那么第二个 免如发出要约收购 这块里面 我们重点来强调六种情形 第一 上市公司面临严重的财务困难 收购人提出挽救上市公司的纯组方案 投资要取得该上市公司股份大会的批准 第二个 收购人自己承诺 在三年内 他不得转让 所持有该上市公司里面的股份权益 满足这两条话 那收购人就会免如发出要约收购 这处知识 在我们21年的考试题目里面 就出现了大题 而且这块知识 可以如我们的 增大资产纯组 甚至可以如我们的借壳上市 相结合 第二个方面 是上市公司照里面 他做出了减资 从股市上回购股份 从而导致我们投资者呢 所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权益呢 他超过了30% 那我们前面讲到减资 回购公司股份里面就说过 跟这个免如发出要约收购呢 相结合 这是坦着挣钱 那么第三种情形呢 跟这个上市公司里面 非公开发行股份 可以相结合的 经上市公司股份大会 非关联股份批准 投资者呢 取得我们上市公司 向其发行的新股 那么导致其持有的权益呢 超过了已发行股份的30% 那满足两个条件 该投资者就可以免如发 发出要约收购 第一 承诺在三年内不转让 其所新增的股份 第二 该公司股份大会同意 该投资者呢 免如发出要约收购 满足这两条 那么该投资者就可以什么呢 免如发出要约收购 直接受让给新股 第四顿情形呢 是我们投资者 他本身就已经持股呢 达到或者超过了30% 在一年之后呢 每12个月增持的 不超过我们该上市公司 已发行股份的2% 那么这个2%的话 他可以直接受让 无需触及我们这儿的要约收购 是免如发出要约收购 那么这里面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首先本身这个主体里面 他需要持股已经在30%以上 第二个是一年之后 每12个月增持不超过百分之二 这个百分之二 我们只要求该持股人 他锁定六个月 这个锁定六个月 咱们讲基础班里面讲过啊 主要是基础什么 短线交易的考虑 因为你买入后的话 在六个月内卖出的话 它是什么呢 触及短线交易 因为你身份是在5%的股份的股东的 短线交易的主体范围内 短线交易就是针对我们持股 在5%以上的股东 在家总监高 所以这样里面我们要强调 他要锁定六个月 而六个月内他不能转让 六个月之后你可以转让 那么第五转情形呢 是强调我们投资者呢 是绝对控股 他持股呢 在50%以上 如果继续增持的话 不影响我们公司的上市的股权分布的要求 这个股权分布 对我们上海证券交易所而言的话 我们强调盘子如果没超过四个亿的话 那么社会公众的持股比例呢 至少占25% 如果超过四亿元的话 社会公众的持股比例至少占10% 你不能导致我们社会公众的持股比例 小于25% 小于10% 你影响到我们公司的股票的上市地位了 那就不行了啊 只要不影响我们股票的上市地位的话 那持股在50%以上 您继续增持 它是我们免如发出要约收购 那么第六论情形呢 跟我们优先股票可以向接口 那么优先股票表决权 依法恢复 导致我们在公司里面 所仍有的权益的股份呢 超过了30% 这是免如发出要约收购 为什么我们的表决权被依法恢复呢 那是因为上市公司连续两年 或者累计三年 他没有给我们按照之前一定的股息利 给我们支付股息 那我们是持有在优先股的表决权呢 就应该要给我恢复 恢复之后呢 那么统计我们投资者的持股权益 就会超过什么呢 30% 那你应当触及全面要约收购 但照里面他说什么呢 免如发出要约收购 本身他没有收购的主观意图 是因为表决权恢复而导致的 这是我们讲第二个方面 免如发出要约收购 这六条里面是非常顺要的 好 那么第三个方面是要约收购 那么要约收购里面呢 咱需要从两个层面来把握 第一个 触及强制要约收购的情形 有三个方面 第一 通过证券交易所这儿里面 或者通过我们协议方式 你受认了我们上市公司的股份 达到百分之三十 如果此时 你继续增持 那我们就触及强制的要约收购 但是 您在百分之三十 敏感点照站住了 所以我们触及的要约收购里面 有自由选择权 可以发部分要约收购 也可以发全面的要约收购 这第一准 第二 如果通过协议方式收购 你获得上市公司的股份超过了百分之三十 那我们说这超过的部分的话 应该改为以要约方式 而且我们说这里面是触及全面的要约收购 除非 第一 您在三二天内将持股比例降低到百分之三十以内 或者满足我们刚才所讲的 免如发出要约收购的情形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间接收购 间接收购里面 本身我们不是上市公司的股份 但是我们通过投资 通过协议 或者其他安排 导致我们所拥有的权益的股份 超过一家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百分之三十 那么就应该向上市公司所有股份发全面要约 那么这种间接收购里面 咱们在基础方案也解释过 比如说A是上市公司 B这儿里面是上市公司背后的困股股份 那么它持股百分之四十 现在我们假这儿里面作为收购人 它并没有直接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 而是对我们B这儿里面投资 它获得我们B这儿里面百分之八十的股权 你看到没有 通过对我们上市公司困股股份账里面投资 而间接的收购人上市公司的权益股份 就超过了百分之三十 是不是 那表明假也取得我们 A这儿上市公司的困质权 因为你持有的权益 导致我们的表决权超过百分之三十 这也证明什么呢 假取得上市公司的困质权 它构成我们的间接收购 那么假账里面 如果说你触及超过百分之三十的话 你照样会触及我们全面的要约收购 好 那么如果触及要约收购的话 有关的支支点 咱们需要注意的 第一个收购数量的话 它最低不能低于我们该上市公司 已发行股份的百分之五 至少是百分之五 第二收购期限的话 不得少于三十天 不能超过六十 除非出现竞争要约的除外 收购价格呢 是强调不能低于我们提示性公告日前 六个月收购人取得该上市公司股票所支付的最高价格 如果我们的要约收购价格 低于提示性公告日前三十日均价的话 那我们还必须要聘请财务顾问 对我们收购前六个月交易情况进行尽职调查 看看我们在收购之前的股票价格 有没有被操纵过 这个要约价格它是否合理 这是第三个收购价格 第四个是关于收购人的义务 收购人义务这一块里面 重点是要关注这三个不得 第一 在要约收购的承诺期限内收购人不能撤销 第二个 在要约收购期限建满前十五日内 除非出现竞争要约 否则收购人不能变更收购要约内容 言外地 在我们收购期限建满前十五日之前 最后呢十五天里面 不能变更 除非出现竞争要约 在十五日之前你可以变更 但这种变更啊 我们前来什么呢 你说正的变更可以 不能做负的变更 也就是说不能做对我们预售的小股民不利的变更 所以你看 像我们做出降低收购价格 减少预购的股份送量 以及缩短我们收购期限 这个不可以 因为这一些的话 对我们预售的小股民而言是不利的 那我们的变更方向应该是什么呢 做加法不能做减法 那么第三个不得是什么呢 在我们收购期限里面 收购人他不得卖出 也不能采取我们要约之外其他的方式 来收购我们该上市公司的股票 这就强调什么呢 要约收购 他是一种公开的 对我们所有的股东是公平的进行 哦 这是关于这个收购人的义务里面 当然收购如果完成之后的话 咱们也说过啊 在18个月内 他不能转任 除非是在同一个实际困执 困执的不同主体之间 他可以不受18个月的转任限制 但是他也受我们短线交易的限制 好 那除此之外 比如我们这个被收购公司而已 他也有要求 第一 被收购公司的董事 在要约收购期间 董事不能辞职 这个董事包含独立董事 也不得辞职 第二个 被收购公司的董事会呢 有两个义务 第一 董事会他不得通过处置 公司资产对外投资 台湾公司主要业务 担保贷款等方式 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 或者经营成果 只能重大影响 除非他经过了普通大会批准 否则董事会 不能从事我们这些 重大的资产处理 第二个 那么被收购公司董事会呢 在我们收购人公告 要约收购报告书之后 二十日内 应当将我们这个董事会报告 如我们独立财务顾问的专业意见呢 报送我们中国证监会 超送证券交易所 并对外予以公告 这个二十日的话 咱们过去也考过 按理非议题 那么第三个方面 对预售的小股东而已 我们强调啊 在要约收购期间 建满前三个交易日内 就前三个交易日内 那么预售的股东 他不得做出撤回 在三个交易日之前 你可以反悔 所以你看啊 三个交易日前的话 你可以委托我们证券公司办理撤回 当然在我们期间建满前的三个交易日内 最后呢 三个交易日的话 你不得撤回 因为收购人都已经开始准备钱款 来办理我们股权的受让手续 好 关于协议收购的话 18年也考过我们的按理分析题 那么协议收购这一块里面 咱们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在过渡期里面 收购人呢 和相关主体 有三个不得要求 第一 收购人不得改选 董事会 如果确实需要改选 上市公司董事会的话 来自于收购人之二董事 他不能超过我们董事会成员的 三分之一 这是第一个 不得改选 第二个 被收购的公司 不得为收购人 这些关联方 提供担保 这是第二个不得 第三个 被收购公司 不得公开发行股份 莫及资金 不得进行 重大的资产投资 或者处置行为 以及如果我们收购人 及关联方进行其他关联交易的 除非是什么呢 除非是曾在我们这儿里面 准大资产存组的 去挽救 上市公司 这种情形 除败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个例题 这是2018年考的案例分析题 说林森牧业呢 是在我们深圳的证券交易所这挂牌的上市公司 说林牧集团呢 是我们林森牧业的困股肚 持股比呢 百分之四十五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啊 林森牧业 它是善市公司 这个林牧集团呢 是我们善市公司那里面 困股股肚 持股呢 百分之四十五 他告诉你 2016年10月27号 人民法律裁定受了 林牧集团这儿破展纯整申请 说2017年5月 林牧集团第一股肚赵某 跟新民投资开始进行实质性的磋商 由新民投资呢 向林牧集团以注资的方式参与纯整 那么2017年9月18号 新民投资 与我们这个林牧与赵某呢 等林牧集团的股资 签署了我们纯走框架协议 9月20号 林森牧业呢 对该纯走框架协议签订事宜 对外予以公告 那我们来看 首先 上市公司的困股股资里面 出现我们这个破产纯整的情形 对上市公司的业绩呢 也是有重大影响 这就构成我们上市公司里面 重大的事件 他需要对外发布临时的报告 那么重大事件里面 我们一般情况下啊 是以下三个时间点 最先发生日期 两个交易日内 对外进行披露 是不是 以下三个时间点 分别是什么呢 董事会或者监事会就重大事件 形成决议时 有关各方签署协议时 以及董监高知悉该重大事件时 那么本案里面是考上我们的 签署协议时 9月18号签署协议 9月20号对外发布了公告 这可不可以 可以啊 是不是啊 那么最先发生日期 两个交易日内 对外进行披露 没有问题 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 既然这是一个重大事件 那跟我们的内幕交易 就有关系 为什么呢 因为重大事件必然是内幕信息 那我们的内幕信息 自什么时候开始形成呢 是年末集团低谷的赵某 跟新民投资开始实质性的磋商 这就是什么呢 动一筹划 动一筹划执行的粗食时间 那就是我们内末信息的形成知识 那么内末信息的敏感期呢 从2017年的5月 这个信息什么时候对外予以公告呢 是9月20号 对吧 那么这段时间 我们叫内末信息的敏感期 2017年12月26日 人民法院裁定批准了林牧集团的 拓展存整计划草案 根据该存整计划 新民投资向林牧集团注资之后 他持有存整后的林牧集团85%的股权 这是一个间接的收购 你看啊 林森牧业 他是上市公司 林牧集团持股45% 而新民投资呢 他通过注资之后 又持有林牧集团85%的股权 就间接的持有我们上市公司的股份权益超过了30% 你把45%乘上一个85% 你算一下 肯定是超过了30% 对不对 那么你通过这样一个收购 能取得我们上市公司 所运有表决权超过了30% 就构成对上市公司的收购 只是它是一个间接收购而已 同时也触及什么呢 也触及我们全面的要约收购 因为你持有的股份权益超过了30% 这个敏感点 说2018年2月12号 新民投资公布了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 2月12号是做提示性公告 公布我们摘要 像林森牧业除林牧集团以外的所有股东 发出收购期全部无限售的油顿股的要约 这是发全面要约 没问题 那么林森牧业发布的要约收购报告摘要里面的 提示性公告显示 此次要约收购有效期 从2018年2月14号到2018年4月10号 那2月14号是我们要约公告的时间 那么至少应该给我们投资者三二天 最长不超过六千的要约收购期限 2月14号到4月10号 没关系 它符合我们这要里面收购期限的要求 说预定的收购股份的数量为6亿股 收购价格为每股9.77亿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收购价格它是否合法 他告诉我们提示性公告日前六个月 新民投资没有买入过林森牧业任何股票 那言外之意收购人之前没买过 因为我们这里面收的价格是强调 不低于提示性公告日前六个月 收购人所购买过该上市公司股票的最高价格 他之前没买过 那我们来看一下提示性公告前30日均价 他告诉你2月12号前30日交易里面 林森牧业每日加决平均价格的算数平均值是每股9.76元 那表明我们的收购价格并没有低于我们的前30日均价问题 如果低于了我们前30日均价 那我们的收购人还要聘请财务公司做禁止调查 看看我们的价格有没有被操纵过 我们的收购价格是否合理 但照理我们的价格是没有问题的 说2018年3月林森牧业的独立董事前模 因个人健康的原因向董事会提出了辞职 这个3月他可是在我们要约收购期限内的 你看2月14号到4月10号 在要约收购期限内的话 董事他不得辞职 董事就包含我们照理为独立董事 所以这个辞职是不合法的 说2018年4月9号 林森牧业董事会发布了我们这全体股东的报告书 对股东正是否接受我们新民投资的要约 提出了建议 那么董事会对外发布这个报告书 董事会报告书 包括我们财务估务里面专业意见的话 我们是强调 自我们要约公告后的20日内对外发布 你要约公告的话是2月14号 对吧 那么我们这4月9号很明显就超出了我们这个20 所以这个发布的董事会报告书 建满前的三个交易日内是的 因为要约收购的期限建满日是4月10号 对吧 那么三个交易日的话是完全锁三个交易日 所以4月9号呢 在我们要约收购期限建满前的三个交易日内 那么这条里面是不得撤回预售的 所以这个里面孙默的行为是不合法的 好我们看后面 说2018年5月 中国证监会引新名投资副董事长 李某涉嫌内莫交易对其立案调查 首先这个新名投资的话 他是我们的收购人 对吧 那么收购人的话 他背后的矿谷股的实际矿者 这些董监高都是什么呢 都是我们内莫的信息的知情人员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身份符合内莫信息的知情人员 关键要看我们的交易是否出现在信息敏感期 信息敏感期我们前面讲过 是17年的5月份到我们9月20号 这个期间的话是我们信息的敏感期 经常尼某于17年9月15号 以每股7.8元的价格 买入我们林森牧业的10万股 比如我们要约收购有效期的 接受我们要约 尼某辩称 其买入林森牧业股票时 不仅存组的宽价协议尚未签署 而且林森牧业的林牧集团 让里面存在计划团 能否获得我们通过 也不确定 故新名投资的 向林牧集团注资一事尚未形成 内幕信息 这还是靠我们内幕信息的形成知识 这个观点是什么呢 是错误的 林牧对新买入的行为 有没有给了我们其他正当理由 首先 他是我们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 在内幕信息敏感之内 他自己崇尚我们该内幕信息交易 所以他构成我们的内幕交易 好 我们来看后面几个问题 第一问 新名投资按照纯整计划 向林牧集团注资 是否构成对林牧 林村牧业的收购 构成这个间接的收购 你投资者 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的表决权 超过了我们30%的话 就认可他获得什么的 上市公司困制权 那么获得上市公司困制权 就构成我们的对上市公司的收购 这是一个间接的收购问题 第二问 新名投资按照纯整计划 向林牧集团注资 是否必须向林森牧业 其他所有股东发出要约收购 应当 他触及我们全面要约收购 理由是什么呢 是收购人 虽然不是上市公司股东 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 其他安排 导致我们是为了权益股份 超过了我们一家上市公司 以发行股份的30% 应当向该公司里面 所有股东发全面要约收购 第三问 新名投资呢 对林森牧业的要约收购的价格 是否合法 并说明理由合法 因为我们收购的价格 是不能低入我们提示性公告日 前六个月 收购人所购买过该上市公司 股票所支付的最高价格 那么我们这里本案里面 前六个月 新名投资没有买入我们 林森牧业的任何股票 并且我们要约的收购价格 它高如我们提示性公告日 前30个均价 第四 钱某能否辞住我们 不得董事职务 这个不可以 在要约收购期间 被收购人所董事 他不得辞职 第五问 林森牧业发布的 至全体股东报告书的时间 是否符合证券法 并说明理由 这个是否符合 这个不符合 为什么呢 它超过了20天 拜议收购公司的董事会 应当在收购人公告 要约收购报告书后的 20日内 将我们董事会报告 和独立财务顾问的专业意见 对外如意公告 你知道里面超过了20天 好 第六问 生某是否能否撤回预售 这个不可以 在要约收购期间 建满前三个交易日内 预售的股东 他不得撤回其的要约的接受 第七问 林某光如我们 其购买股票时 内末信息尚未形成的主张 是否成立 林某的行为 是否构成内末交易 并分别说明理由 首先 第一个里面是不成立的 为什么呢 影响内末信息形成的动议 筹划决策和执行人员 其动议筹划决策执行的 初始时间 在本案里面就表现为 五月份这个实质性的磋杀 它就是一个筹划动议 所以从这开始 我们的内末信息就已经形成了 其行为构成内末交易 为什么呢 它是我们内末的知情人员 在信息敏感期内 他自己去买卖了该上市公司的证券 所以它构成了内末交易 好 我们来看第13处考点 是正大的资产纯组 这块内容呢 也是一个高频率的 出我们案例分析的地方 咱们需要把握什么呢 三个层面 第一个 普通的正大资产纯组的认定 就认定这一块里面 您需要从两个层次来把握 一个是什么呢 普通的正大资产纯组 一个是什么呢 是纯组善市 我们也叫借壳善市的认定 那么除此之外 讲到正大资产纯组 还可以入我们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账里面 先结合 特别是 我要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价格 以及受让该股份后的限售期 锁定期的要求 好 我们先看第一个 关于普通的正大资产纯组的认定 那么这块里面呢 我们只需要满足三个标准之一 就构成一般性的正大资产纯组 这三个标准分别是什么呢 第一是资产总额 第二个是营业收入 第三个指标是资产净额 其中资产总额这儿里面 那我们强调啊 你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 在上市公司那里面资产总额 比例在50%以上 第二个 营业收入里面呢 是我们购买出售的资产 在这一个会计联动里面所产生的营业收入 在上市公司里面营业收入的比例呢 在50%以上 第三个 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 在上市公司里面净资产额50%以上 并且超过5000万元 所以资产净额这儿里面既有比例要求 同时也有超过5000万元的 绝对只是要求 这三个标准的话 你满足其一 其行为就构成了准大的资产纯总 那么第二个 关于这个借壳上市 纯总上市里面 那必须要满足三个要件 第一 首先 还有困制权出现变更 在上市公司困制权变更至起 36个月内 上市公司向收购人继续关联方去购买资产 如果他达到我们下面这五个标准之一 那并且所购买的资产呢 符合我们这儿里面首发条件 其购买资产行为就构成纯总善市 我们也叫借壳上市 那么这五个指标分别是什么呢 第一 资产总额里面 占比呢 在百分之百以上 营业收入里面占比呢 达到百分之百以上 资产净额账上里面 占比百分之百以上 以及发行股份 占比呢 在百分之百以上 这条里面 就可以入我们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账上里面 像结合咱们前面如果 如果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它触及我们纯总善市 借壳上市的话 那锁定期里面是36个月 加24个月 如果不构成我们纯总善市的话 是36个月 加12个月 那么第五个 没有达到我们前面四个百分之百的比例数值 但是导致我们上市公司主营业务 发生根本变化 这也构成我们纯总善市 所以第二个是满足的五个标准之一 那么第三个是强调 我们所购买的资产的对应的经营实体 不管是有限责任公司还是股份公司 他必须要满足首发条件 比如说主板账里面首发条件 连续三年盈利 净利润 纠为证数 并且累计的超过三千万人 所以得满足我们这三个要件 才认定它构成纯总善市 借口善市 好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这一块里面 重点要关注两个方面 第一 发行的价格 这个价格不能低于市场参考价的百分之九十 这个市场参考价为三选一 为我们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二十 前六十 前一百二十均价之一 三选一 不能低于我们这个三选一均价的百分之九十 这一点跟我们上市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里面的价格不一样 那个地方里面发行价格的话 是不能低于我们定价基准日前二十均价的百分之八十 首先打折里面是百分之八十 第二个里面是前二十均价 他没有前六十前一百二十均价给我们选择 好 那么特定对象受让之后的话 如果不构成借壳上市 那么一般情况下 我们需要锁定十二个日 那么特殊主体的需要锁定三六个日 这个我们在前面讲的股份转让在信里面就讲过了 如果构成借壳上市里面 那么前者他需要锁定二十四个月 后者还是要锁定我们三十六个月问题 这一点跟我们发行股份 是输入非公开发行股份 进行仁值的话 那个里面转股的时限也不一样 非公开发行股票里面 特定对象认购的限制是十八个月 加六个月 这十八个月里面还是针对我们大老板 困股股东啊 实际困制人啊 或者通过本质认购去对我们困制权的 以及境内外战略投资者 他们都需要锁定十八个月 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与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 两者的在价格 在我们转股的限制方面的期限做对比 好我们来看两个例题 先看第一题 这是2015年一个案例分析题 说大华公司是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这上市公司 股门总数是十亿股 公司总统长赵某通过这所困制的华型公司 持有大华公司50%的股份 网山公司是一家有限购买公司 股东前某持股90% 深某持股10% 网山公司最近三年的净利润分别是2亿 负1亿和3000万 你可以看到啊 这个网山公司里面 他三年净利润不都是均为证数 有一年是亏损的 虽然他何其然呢 是超过了3000万 所以如果上市公司对网山公司 进行购买资产 就难以构成什么呢 借口上市纯总上市 还告诉我们 网山公司的资产总额为大华公司 资产总额的1.5倍 给我们1.5倍是有原因的 为什么呢 如果网里面是正的一个一 那我告诉你啊 上市公司你购买的资产总额 占上市公司网里面资产总额 在百分之百以上 又出现什么呢 混质权的变更 那对应的我们这个资产本身呢 又满足首发条件 那我告诉你 这个购买行为就触及什么 借口上市 纯总上市 但本案里面 这个购买的资产本身呢 它不具有首发条件 所以难构成我们借口上市 说大华公司呢 计划通过购买 网上公司的全部资产的方式 将其收购 为此大华公司 已能量准准的收购的方案 方案一 大华公司向网上公司 股仅前某生某 分别发行9亿股和1亿股 比如购买两人 所持有网上公司的全部股份 这是一个典型的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对吧 那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里面 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价格 价格不能低于我们市场参考价的 百分之九十 第二个问题 特定对象 受让这个股份呢 它锁定期限的话 36个月和24个月 或者12个月 因为我们本案里面 它不构成什么呢 不构成借口上市 所以呢就是36个月和12个月 那我们来分析一下 如果方案一真的发行成功的话 那前某照片里面 它需要锁定的是36个月 生某照片里面 它需要锁定的是12个月 为什么呢 因为前某通过本次发行 它取得我们上市公司的控制权 你可以分析一下 上市公司本身有十亿股 现在在发行十亿股 上市公司之前的控股股 是华行公司 它持股百分之五十亿 所以华行公司之前是什么呢 是五点一股 对吧 你算个账 分子是五点一 分某变为二十个亿了 你持股比例被稀释了 而前某照里面认购了九亿股 分某是二十个亿 很明显前某照里面 它取得上市公司困制权 对不对 你看到没有 九除以二十嘛 跟你五点一除以二十 那明显干嘛 我在持股比例干嘛 比你高嘛 对不对 那么这个生某照里面 一股和二十亿 它没有取得我们控股权 所以这儿里面 它需要锁定12个月 但是前某照 它需要锁定我们的36个月 但这个案例里面 方案一 没有办法去完成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构成借壳上市里面 必须要满足首发的条件 你知道里面购买的资产 它不满足 连续三年的净利润 均为证数累计超过三千万的 首发条件 所以方案一 它行使不了 如果这个题目里面 把这个一个亿改为正的一个亿 那方案一就可以行使 而且方案一行使的话 它构成我们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 构成纯总上市 你看哦 发行股份十个亿吧 大华公司本身也只有十个亿啊 正好是百分之百啊 你发行股份里面 占我们上市公司 对吧 已有股份的百分之百以上 以上是含着百分之百本身啊 所以你发行股份 满足这个百分之百这个指标 第二个 你发行之后困制权有变更啊 第三个 你所购买的晚上公司 满足我们首发条件 那这样一个三个条件 就触及我们借壳上市了 我是说 把这亏损一个亿 改为正的一个亿 方案一就可以实施 方案二 大华公司先向华行公司 发行五亿元 五亿新股 然后华行公司 向大华公司支付十五亿元 这个向华行公司发行啊 五亿股 这个不是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这是我们非公开发行 大华公司再向晚上公司的 不能前某发行四点五亿股 向孙某这发行五千万股 并且分别向前某支付13.5亿元现金 向孙某支付1.5亿元 来购买两个人所持有晚上公司的全部股份 这是现金加股份方式来购买资产 所以大华公司像这个前某 向孙某这发行股份 它是我们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像华行公司那里面是非公开发行 是这种融资行为 并没有购买我们这个华行公司那里面资产问题 是不是啊 那么华行公司本身就持股51% 继续增值 是否触及我们全面的要约收购 没有触及 为什么呢 持股在50%以上继续增值 只要不影响我们该公司的上市地位 那这是我们免如发出要约收购金钱 像华行公司里面所发行的价格的话 是不进入我们定价基督日前20日均价的 百分之八十 像矿股股能华行公司发行这五亿股 华行公司购买之后 它需要锁定18个月 对不对 那么大华公司 像我们网上公司前某跟生某这发行股份 来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那价格是不能低于什么的 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20日前60日前120日 均价之一的百分之九十 这是例如我们市场参考价的百分之九十 对不对 那么前某跟生某这二里面 他并没有因为受让该股而取得困制权 也不存在我们持股权益的时间不足十二个月 本身也不是我们这个大华上市公司里面空股股 实际空人 所以他们所受到的四点五亿股和五千万股的话 这只需要锁定十二个月就可以 因为这也够不上我们的借壳上市问题 这是方而 方而是可以实施的 说李某是大华公司的股东 持有大华公司五百万股的股份 持股期限超过一百八二天 在大华公司资产纯组的股东会上面 那么李某认为该次纯组 将会对我们公司长得更大幅的影响 这次他提出了异议 在之后的表决时 李某投赞成票 就是股东大会 决议实施方案二 方案二实施之后 大华公司的股价大幅下跌 李某要求公司以合理价格来收购 其所持有公司的股份 被公司拒绝 那我们来先看一下 股份公司里面 比如股东大会表决是合并的 是分立的 仅限入这两件事 您投反对票的 事后可以请求公司 以合理价格来回购 在本案里面你可以看到 第一情形不是我们合并分立 而是增大资产纯组 第二 就算是合并分立 您呢 是投了赞成票 也谈不上 是不是 所以不管是从我们情形 从我们这个投票来看 李某要求公司 以合理价格来回购其股份的话 都是不合法的 说李某呢 有书面向大华公司 监事会请求 对公司董事长赵某去起诉 起诉赵某呢 当然我们公司董事长期间 未尽到相应的义务 其行为给公司 让他重大的损失 监事会对李某来请求 未入理睬 随后李某呢 向人民法院去起诉 提起我们股东代表 同时对赵某来提起来困诉 认为他买卖大华公司 股票的行为 各种内幕交易 你看划分一转 跟哦 刚说的 准确言 一听到股东代表 立马能想到 门槛是持股一百百二千以上 并且持股比例在百分之一以上 本案里面持股期限超过一百百二千 但是你11股里面 你某 这持有五百万 五百万什么概念 只有0.5 0.5% 他不足一样 你门槛不够啊 对不对 所以你没资格去提起股东代表顺 好 我们来看后面的内幕交易问题 说据长 5月10号 赵某妻子将其所持有的股票全部卖出 亏损50万人 并全部买入大华公司股票 5月12号 大华公司对外公布了 盛大资产存组的信息 那我们先看一下内幕交易的信息的形成时间 那么这个案例本身 他没有说这个理定的方案 其实我们讲这个筹划 这个方案的时间点啊 他就是我们内幕信息形成的时间点 对吧 到我们这儿里面对外的公布是5月12号 你5月10号买入的话 其交易行为在我们信息敏感其类的 好 那么赵某妻子听闻 李某到法院这儿起诉呢 又见其持有大华公司股票全部卖出 亏损200万人 你看之前卖股票亏损50万 全部买入大华 之后又把大华公司股票卖了 心虚嘛 亏损200万 啊 这个女人呢 她就是200加50 你懂得 好 所以 其妻子行为是否构成内幕交易 构成 为什么呢 你可以看到啊 首先 她是我们内幕信息人员的近亲属 因为赵某是董事长啊 她是内幕知情人员啊 她妻子是什么呢 是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啊 那么这些人的话 她如果说在我们内幕的信息敏感期里面 他们具有交易行为的 啊 甭管是我们赵某 吸了我们这个信息 其妻子呢 得到后 在我们内幕信息敏感期里 从事我们内幕的交易 并且交易明显异常 你看好没有 年口亏损 卖出别的股票 买入我们大华公司股票 是不是啊 没有震荡的信息来源 或震荡理由的 其交易呢 就构成了什么 内幕交易 好 我们来看几个问题 先第一个问题 方案一是否构成 大华公司困股情况 发生改变 咱们刚才算过了吧 股权分模变为20 华行公司5.1 钱模是占9个亿 所以困这权出现了什么 变更 你自己算一下就可以了 啊 第二个 方案一是否符合证券法 规定不符合 那就是什么 连续三年在净利润 不都为证数 有一年亏损 不行 啊 所以他不满足我们这儿里面借壳善事的这个对应的经营主体要满足首发条件的要求 第三个 尼某对赵某起诉人民法院是否应当受理 是否受理啊 这个法院不受理 为什么呢 他持股赵里面比例 他只有0.5% 没有达到我们1% 啊 第四个 尼某要求回购公司股份的请求能否获得人民法院的支持 这个法院不如支持 第一个 他本身这儿里面呢 不满足我们的情形 仅陷入合并分立 第二 在我们表决时呢 他投了赞成票 是不是啊 甭管从我们的表决 还是我们的情形来看 都不满足我们这儿 一亿股东回购请求权的资格 第五问 根据方案二 分析华行公司是否应该向大华公司所有在胜任务中发出要约 这个不需要 为什么呢 华行公司本身就持股50%以上 他说绝对控股 继续增持 只要不影响我们该公司的上市地位的话 他说我们免发出要约的情形 第六问 照我们的妻子行为是否构成内幕交易 构成啊 内幕知情人员呢 配偶父母子女 以及其他有密切关系的人员 在信息敏感基础里面 从事如我们该信息有关的证据交易 相关交易会明显异常 并且没有震荡理由 不震荡信息来源呢 构成我们内幕交易 啊 好 我们来看第二题 这是2018年 可能案例分析题 说2020年3月 深交所主板上市的假公司 以有限责任公司达成我们合并的意向 上市公司跟对方进行合并 对上市公司而言啊 他属于我们尊大世界 上市公司应该要对外发布临时报告 假公司董事会初步理定的合并和配套 轮值的方案呢 如下 第一 假公司吸收合并 以公司合并完成之后呢 假公司程序 承接以公司全部的资产和负债 以公司注销 以公司远古中获得现金补偿 这个没问题 那么首先 假公司跟以公司合并的话 这块内容呢 可以跟哪些支点相关联 第一个 两家公司分别做内部决议 分别做内部的决议 你股份设计公司呢 要开股东大会 有限责任公司开股东会 都是特别决议事项啊 股份公司里面有出席会议的股东 所持表决权在三分之二上 有限责任公司经表决权三分之二上同意 那可以 第二个 做出决议之后还需要履行通知 和对外公告 十日内通知 三二天里面在报纸上刊登公告 通知和公告给谁看 给债权人看 所以债权人呢 他如果接触通知的话 三二天 如果他没有接触通知的话 从公告知 其四十五日内 他有权利要求我们这个债务人 提前清偿债务 或者对其债权提供担保 如果在做决议时 对此有异议的股东 他有权利请求呢 公司以合理价格 来对我们的股权进行回购 因为股份公司跟有限财政公司合并分立 都属于我们的异议股东回购信求权 这是关于这个合并 跟公司法之二里面 相结合的支持点 当然合并之二里面 还可以表现为 如果合并呢 持有本公司股份的 它是我们公司回购本公司股份的例外情形 合并之后呢 在六个月里 办理我们股份的转让或者注销手续 那么合并这个支持点 还可以入我们证券法 现结合 我们先变过 合并呢 它是入我们最大的事件 需要我们上市公司 对外履行这个信息披露义务 临时报告本体 好 我们看第二个方面 根据合并双方审计报告 截止到2019年年底 以公司资产总额 占我们假公司同期金省计的资产总额比例超过了50% 资产总额比例占比超过50% 这个合并的话 这个购买 以公司资产行为就触及什么呢 储存的 重大资产存足了 但该年度里面 以公司营业收入里 占我们假公司同期金省计 营业收入里面比例低于50% 我不看营业收入了 因为资产总额 营业收入 还有我们净资产三个标准 我们只需要满足其一 这样一个购买资产行为 出售资产行为就构成 一般性的 重大资产存足 他告诉我们本次 合并不构成 假公司的 重大资产存足 那是 错误的 好我们看后面来 说出席股东大会 对合并方案图反对票的股东 享有1亿股东回购请求权 有权要求假公司 以合理价格回购其股票 这个没问题 第四个 为筹集实施合并所需的资金 假公司准备对本公司 矿股股东A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 这是靠我们 非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价格不及时 我们定价基准日 前20日将用了均价的 80% 这个没问题 那么具体发行价格 由董事会确定 确定 并经过股东大会 批准 A公司认购的股份 自发行结售之时期 六个月内不能转让 你看一下 这哥们是谁 像矿股股东发行 那么矿股的认购之后 他限售期 不是六个月 六个月是我们 一般性的特定对象 认购的限售期 这二人应该什么 18个月内 他不得转让 而不是六个月 说 假公司董事会 根据我们中介机构的意见 修改了我们 方案的初稿之后 对外予以公告 说 2020年6月1号 假公司 临时股东大会 通过了合并决议 和非公开发行股票 仁值的决议 同时 以公司 临时股东大会 也通过了合并决议 6月15号 政经监会 批准了假公司 合并和配套 仁值方案 说B银行对我们假公司 有一笔 2020年10月底 到期的 借款债权 就在我们假公司 合并通知后 B银行 于我们6月20号 向假公司 提出了缠债请求 假公司以债务 会到期为由 予以拒绝 这是考我们 合并的有关程序 首先 公司是6月1号 他做出了我们 合并的决议 那么6月15号 证监会批准了 那首先看 对我们的假公司 跟乙公司里面 在内部决议通过之后 他需要在十几天内 通知 在三二天里面 报纸上刊登公告 对吧 那么这权人 如果他 接到通知 是三二天 如果他 未知到通知 从公告日期 45日内 他有权利要求 合并的这个债务人 对自己的债权 进行二提 要么提前清长 要么提供担保 无论我们这笔债权 有没有到期 所以假公司 以债务未到期 唯有予以拒绝 这个不合法 哦 这个不合法 说2020年6月22号 以公司股东 假某 以我们股东会 召集到程序 违反了我们 公司单程 召集程序 表决方式 违诈安的 或者是违法的 通通属于我们的 可撤销 说请求人民法院 撤销以公司股东会 6月1号通过的 合并决议 经查 以公司占成股东 召开股东会 应该以电子邮件 方式通知股东 但是以公司呢 并未向我们 假某发电子邮件 而是以手机短信 方式通知 确实违背了我们占成 关键词是 假某跟 将军出席了 我们6月1号的 股东会会议 并且对此经常表决 那表明 这是个轻微瑕疵 对我们决议呢 没有产生 实质性的影响 所以你请求撤销 法院对此呢 他不予支持 人民法院认为 以公司股东会 召集程序 确有不符合 公司的地方 但仍然驳回了 就暗示我们 法院的做法 没问题 您照上里面 假某的提法撤销 有问题 有问题 因为轻微瑕疵 对我们的决议 没有产生 实际性的影响 所以你请求撤销 法院不如支持 如果这个案件 反过来考我们 它符合我们那里面 撤销情形 那我们来看啊 首先 古灯杖里面 他提出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第二个 6月22号 这个时间 有没有问题 决议做出是 6月1号 时间 6月20号 到法院杖里面 去撤销 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 自决议做出之日 起60天内 时间 没问题 那么一旦被我们 法院撤销 以公司的 合并决议 那请问 以公司跟假公司 所签署的 合并协议 是否受影响 如果假公司 上市公司 对此是不知情的话 哪怕我们决议 合并的决议 被撤销 以公司跟假公司 所签署的 合并的协议 它不受影响 不得对抗 我们的 上亿的第三人 于上亿相对人 所形成的 民事法律行为 它不受其影响 这是我们 结合这个 这个案例的反面 我们来分析一下 说假公司 普通周末 反对我们 假以公司合并 2020年5月底下 假公司董事会 尤其到我们 书面的反对意见 但周末并未出席 假公司 6月1号 召开了临时 股东大会 也未委托他人表决 我们说 一亿股东回购 请求权 第一个 情形吻合 第二 程序上 您得参加会议 并对此投反对票 您事后才有权力 请求公司 以合理价格来回购 从目前来看 我们的情形是 吻合的 合并 确实是有 一亿股东回购 请求权 但是你自己 没有参加会议 那您这个反对意见 并不构成我们 一亿回购 请求权的情形 说6月6号 周末向假公司 提出行使 一亿股东回购 股份的回购请求权 遭假公司拒绝 拒绝理由是什么呢 只有出席股东大会 并对合并 投反对票的股东 他才想有 一亿股东回购请求权 这就是我们 后面那个问题的答案 这个拒绝理由呢 是对的 他就是我们 待会后面有一体的答案 你直接复制 粘贴就可以 说2020年10月7号 证监会 提到举报称 假公司董事雷姆 涉嫌内幕交易 经查雷姆 如2020年2月1号 2月10号 3月2号 先后买入我们 假公司股票 10万股 20万股 20万股和40万股 比如我们2020年8月20号 全部卖出 获利一百余万人 这个获利一听到干嘛 你会发现 跟短线交易下也好 他也告诉我们 证监会认定 哪一模的行为 违反证券法 构成短线交易 你看到没有 这句话点起了 证监会认定的 有问题吗 你还质疑吗 不需要质疑 质疑你就错了 证监会认定的 没毛病 那我们来看一下 前面有多次买入的 那我们是以最后一次买入 这个时间点来判断 3月2号 跟我们卖出的 8月25号 所以你发现没有 他并没有超过6个月 触及短线交易 没有问题啊 那么这个短线交易里面 是哪一笔呢 这40万股这一笔 所得的收益 应该是归上市公司 好 我们来看后面几个问题 第一问 说基于我们方案 粗稿所述情况 本质合并 是否构成 这假公司 这个是构成 三个指标 我们只需要满足其一吗 对吧 你资产总额占比 营业收入占比 净资产占比 那我们只需要满足其一 咱们知道里面 是满足资产总额占比 超过50% 那告诉什么 准大资产存总 第二 方案出稿中 关注我们 非公开发行股票内容里面 是否符合我们正确法 并说明理由 这里面有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们限售期 因为它是控股股 那应该是本次发行 结束之日起不是六个月 而是十八个月里 不等转让 第三个 假公司拒绝我们 毕竟还常常在请求 理由是否成立 并说明理由 这可不可以啊 这个不可以啊 无论这个债权有没有到期 人家对合并杖里面 债权人呢 都有权力要求二提 要么是提前清展 要么是给我的债权 提供先行担保 第四问 人民法院认为 以公司普通会 召集程序 却有不符合 占成之处 但仍然驳回来我们这儿 就问你合不合法 法院干的肯定合法 不用质疑 为什么呢 这是轻微瑕疵 对我们的决议 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所以你此请求撤销 法院是什么呢 不与支持 第五问 假公司拒绝周末 一亿股东股份 回购请求权的理由 是否成立 这是成立的 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案例本身那句话 应该要出席会议 并对该事先投反对票 你这样里面没有出席会议 对不对 第六问 计算哪某因短线交易 所获利润时 应该以多少股份为数 为基数 并说明理由 应该以40万 为什么呢 你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 这个买入的时间点呢 我们是以最后一笔买入的时间点 来计算我们六个月内的卖出 所以你前面有三笔的话 我们以最后一笔来计算 而最后一笔里面是40万 而它卖出的没有超过六个月 所以40万构成短线交易 好我们看第七问 雷姆的短线交易所乎的利润 应该归谁所有 归善事公司 这个假公司所有 当然这个小题目里面 它并没有让我们说明理由 其实我们讲答案 您只需要答这一句话就可以了 归假公司所有 你看我们前面的问题里面 一般什么 并说明理由 言多必失 所以我们在考试里面 他让我们说明理由 我们就写 没让我们说明理由 我们就该问题 直接告诉他答案就行了 只是我们在CD8里面 我们告诉你这个理由是什么 首先雷姆身份 他说我们总监高 说短线交易的主体范围之一 因为短线交易里面 针对我们总监高 加持股在5%以上的过程 除非因为包销 而持股的6%以上股东除外 是不是 那么第二个 你交易的时间的话 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的话 就触及我们这短线交易 所得的收益归 该公司有 由公司董事会负责收归 如果董事会里面不履行的话 限期三二天收归 如果还不履行的话 股东罩里面可以自己名义 到法院去告 这就负责我们的股东代表 好我们这一讲呢 给朋友们讲这么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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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